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東京地下鐵的日比古縣一日遊 那我們第一站就從中木黑出發 來東京完一定會搭乘到JR以及地下鐵 JR是JAPAN RAIL的簡稱,就等於台灣的火車 而地下鐵則是台灣的捷運 東京地下鐵又可以分成METRO以及都營兩家公司 今天我們要利用METRO的日比古縣玩一整天 日比古縣涵蓋了中木黑、竹地、銀座、秋葉原、上野、六本木等等的重要觀光大戰 也因此非常適合安排一日遊的行程 行程的Google Maps幫大家放在資訊欄 第一站先帶大家去吃早餐 早餐我們推薦的是這邊有名的星巴克針泉東京烘培工坊 這家星巴克的烘培工坊 目前全球只有六家,亞洲只有上海與東京店 一共四層樓的店面是由日本知名設計師威延武所設計 不管內觀或外觀都超美 點一杯甄選咖啡,搭配超多樣化的麵包或甜點 走到戶外的陽台 邊看暮黑川的風景邊吃早餐 這個第一站無敵的吧 然後在中暮黑這邊散步我覺得其實相對簡單又舒適 因為你只要走車站出來 用Google Maps找到暮黑川的定位之後呢 沿著暮黑川這邊的步道啊 就可以像我這樣子非常輕鬆的散步 然後看看兩邊的一些商店 好,因為我們安排的行程是一日遊嘛 所以呢,我們每一個景點不會介紹太深入 那像早上這邊可能 中暮黑店家還沒有開嘛 所以這邊就主要是剛剛這樣散步 然後還有去星巴克吃早餐 那如果說你對於旅遊安排的行程喜歡 比如說深度啊或者是逛街 慢慢逛的話 那建議你把今天的影片看完 然後去選出你覺得不錯的站啊或景點 然後另外可以再搭配我們頻道單獨的 每一站的景點介紹去深入研究 安排出屬於你自己的車站的地鐵線一日遊 前往下一站之前先來購買今天最重要的24小時乘車券 選擇中文介面後點選實惠的車票 再選擇東京METRO地鐵24小時車票就可以了 一日券在每個車站的售票機都買得到 大家要記得拿這個實體票的話要走這種可以投入的票口才能通過喔 我們車站的出口一出來 往右手邊一走 五秒鐘 馬上就來到了這一站的重點是 廣尾散步通 廣尾這邊呢我們主要就是會在這一條廣尾散步通上面走走啊逛逛 那這邊蠻特別的是它在假日的時候都有步行者天過 所以走其路來會更舒服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這邊算是東京蠻多 就是時尚女生會來的地方 那這附近也會有一些比較 有型啊可愛或是時尚的小店家或甜點店等等 那這個廣尾散步通呢本身其實小小的一條 可能一兩百公尺就走完了吧 所以在這站呢就不需要停留到太久的時間 這家是我之前跟我老婆來過的 算是網美的打卡冰淇淋店 叫做Melting in the mouth 這家Canvas咖啡在街角 然後細細長長宅宅的 我跟Bob在這邊有喝過一次咖啡 我們從日比股線的一號出口出來 就可以直接沿著本院寺走到場外市場了 好那簡單跟大家講解一下 竹地這邊其實是有分場內跟場外市場 那之前呢搬遷到豐州的其實是場內市場 那當然有一些知名的店家 像大和壽司、壽司大等等的 也有選擇跟著場內一起搬遷到豐州市場 不過呢竹地的場外市場這邊在我做功課的研究之下 其實好像蠻多是當地真正會在竹地活動的人啊 上班族啊等等的會選擇到場外市場這邊 來吃一些類似像是丼飯啊 然後或者是剛剛看到的烤鮪魚排等等的一些 其實不一定是壽司或者是生魚片的食物 午餐原本想吃的牛雜丼飯沒開 決定先來吃個也是名店的炙燒鮪魚排 通勃鮪魚排 我好像拿到倒數第二份已經賣完了 還蠻幸運的 還不錯雖然看似很油 但其實吃起來不會很油 然後有那個鮪魚炙燒的香味 然後魚肉厚厚的口感還不錯 比小吃來說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吃個足地必吃的玉子燒 這家山腸是創業73年的老店喔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這個雖然才100塊 可是它熱熱的 然後一咬下去就有那個 蛋跟高湯的甜味還有鮮味 然後它的那個怎麼講質感嘛 符啊符啊的就是很柔軟但是又有口感這樣子 比100塊來說我覺得超級好吃 其實我覺得來這邊還蠻好玩的 就是你只要看哪一家店有人在排隊的話 理論上來說應該就不會太差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足地虎帳 就蠻多人在排隊的 應該也是這邊有名的店家 想吃個正餐的朋友 足地這裡有很多凍飯類的 或者是壽司的店家 一個是草莓大福 然後一個就是糖葫蘆 OK 這是糖葫蘆 那因為是觀光名物嘛 所以就來吃吃看 如果來這邊的話 你要想要拍照打卡 可以吃吃看 不難吃啊 但不會到很驚嚴 我覺得剛剛的鋸子燒 跟那個鮪魚排都比這個好吃 都我個人的看法 最後小小提醒一下 如果想要有比較多餐廳選項 建議在11到12點抵達就開吃 會比較保險 來到秋葉原了 這邊我們還蠻常來的 走3號出走出去 就沒錯了 我們竹地之後的下一站 來到了秋葉原 那我個人呢 也是三年沒有來了 那就跟著大家一起去看看 秋葉原的近況吧 秋山之外 這一搭動的就是 油豆巴西 鏡頭 秋葉原這邊相信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這邊就是被戲稱為 宅男天堂嘛 這邊有很多動漫啊 然後二次元相關的 內容啊 周邊商品等等的 也有非常著名的 女僕咖啡廳 另外呢 這邊有兩三家連鎖的電器行之外呢 在巷弄裡面其實也有蠻多小型的電器行 可以自己去挖爆 這一區呢也有相當多有趣的最新的扭蛋店 看起來也是沒什麼問題啦 扭蛋看起來也是沒什麼問題啦 Big Camera這邊前面還是有一大牌感覺 應該有個100台以上吧 喜歡的人還是可以輕鬆的扭到 我原本的計畫呢 是帶大家看看秋葉原這邊 現在有什麼店家的差異 可是我剛剛突然回想起 我跟秋葉原其實沒有到很熟 有什麼店家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呢目前只能帶大家看看秋葉原 現代的樣貌 好我剛在路邊快速做了一下功課 發現這邊確實有一些改變啦 包含像SEGA收起來啦 然後像鋼彈跟AKB的咖啡廳都沒有了 那其實他有一些比較深入的呢 可能就真的是要很懂秋葉原的人才會知道 所以我這裡幫各位搜集了一些 有深入體驗秋葉原現況的影片 如果你想在這邊停留久一點的話 不管是買公仔或者是買便宜的電器 可以參考這些影片 在博多豐華巷子一出來呢 就有一家叫做卡卡風的扭蛋店 我們之前有拍過介紹 它就是一個店鋪裡面 然後集合了非常多不同的扭蛋 上野這站我們會把重點放在阿美恆丁以及上野公園 要抵達阿美恆丁還蠻簡單的 從剛剛的5B出口這邊 一路上來之後直線一直走 還經過UNIQLO不久後 左手邊就可以看到大大的阿美恆丁的入口招牌了 阿美恆丁這邊的特色主要就是 一條街裡面有很多秘籍 然後也有便宜的藥妝店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阿美恆丁這邊其實說實話 就是一個有點類似菜市場 傳統市集集合的地方 所以除了很多藥妝店之外 也有很多蠻道地的餐廳 或是賣一些干貨水果等等的地方 阿美恆丁快要走到底 從右手邊的巷子就可以看到 二木果汁 這個店家很大 而且商品蠻齊全蠻便宜的 如果想要買各種就是 紀念品啊 餅乾啊 泡麵啊等等的 真的可以來這邊好好的逛一下 走到底這邊是玉圖丁站 這邊其實有一棟超級巨大的 UNI-PRO 然後GU 記得樓下好像還有一些賣海鮮啊 水產的店這樣 其實也可以來逛逛 我剛剛這樣走了一下 發現上野這裡真的很方便 就是阿美恆丁走一下 它應該只要10分鐘 15分鐘 然後就有非常多密集的店家 藥妝店等等 然後那邊恆丁走到底之後 往那個玉圖丁站的方向往左 再走個3分鐘吧 就可以到多慶屋了 然後剛剛中途沒有經過二木果子嘛 所以其實整個路程來說 20分鐘內就可以往到超多東西了 真的是還蠻爽的 多慶屋的黑洞已經目前沒有營業 看起來貌似開了一個新館 根據12月17號的官網資訊 AV洞目前重建中 有開放的是新的 Takeya1以及改名為Takeya3跟4的舊館 除了阿美恆丁可以逛街之外 我們這邊也推薦大家來上野公園走走逛逛 這裡很適合你喜歡散步看風景阿 或者是你是有帶小朋友的 然後櫻花季的時候這邊也會有非常漂亮的櫻花 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今天最後一次使用這張票啦 最後一站 回去六本目 我們來到六本目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要吃晚餐啦 那這邊其實也有蠻多選擇的 第一個如果你不太排斥來日本吃漢堡的話 其實我蠻推薦你可以吃這家 Shake Shack 我點的是有加辣的 Smoke Shack 然後 Cheese Fries 跟我最愛喝的 Fruit Beer 爆一下 那個桌排真的超水嫩 我剛剛一舀下去 整個肉汁都溢出來 ノ 鴨肉的味道 還滿濃郁的 然後這個麵因為 有冰果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比一般的烏龍麵還要再Q一點 吃飽飯之後呢 六本木這裡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到這邊 樓上的展望室 看一下東京的夜景 六本木之秋的室內展望台 加上展覽是1800日幣 那如果你要像我們一樣到Skydeck 需要再買500元的門票 我們推薦六本木之秋這邊 有一個最棒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室外的展望台 所以沒有玻璃的反光可以安心的拍照 我這邊有個小平板 然後從這邊看過的色步非常漂亮 那這邊的室內展望台 不定期都會有不一樣的展覽可以看 最後給大家介紹一個 在冬天的時候來看 Illumination六本木這裡的私房景點 它是在Hills的一樓 往昭日電視台的方向這邊 有一個類似空橋的地方 往下就可以看到 一個斜坡的 Illumination以及東京鐵塔 非常的漂亮 很多人都會刻意地 可以到這邊來拍照 除此之外呢 六本木這邊還有一個六本木中城 Mid Town 這邊在冬天的時候也會有Illumination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一樣也可以過去看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東京地價鐵 日比股線也有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